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高中物理篇 水平軸風力發電 主講人麗山高中張良趙老師 同學可以看到這一台是風力發電機 我們可以知道說在台灣的北部會有東北季風 夏天會有西南氣流 這些會帶來一些均勻的風場 那我們可以利用風力發電機產生這個電能 但是太陽能像今天陰天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利用太陽能來得到太多的電能 那風力發電可以讓我們四季得到一個有趣的環保能源 課程內容包含原理及模擬實驗影片 立體計算及備註說明 小故事時間 根據文獻記載約一千年前 中國吉波斯已經有設計風車機 用於集水灌溉磨碎穀穀 後來荷蘭希臘等歐洲國家 將風車加以改良 成為中世紀歐洲重要的動力來源 19世紀末 大麥氣象學家保羅拉庫爾 製作了第一台風力發電機 至此風能技術 研發接朝向發電的方式 發展 好 左下角這個老兄 就是保羅拉庫爾 發電原理 第一 風力發電機藉由空氣動力作用 使得葉片轉動 將風能轉換成電能 風能與葉片 掃裂面積及風速三次方成正比 風速越大 風能越高 可產生的電力也越多 因此選擇良好的風場 極為重要 至於實際發出來的功率 則必須考慮葉片的效率 傳動機械效率 發電效率 以及電能轉換效率等等因素 在能量轉換的過程中 會發生些許的損耗 以至於風力發電機無法將 全部的風能轉換成電能 一般而言 風能轉換成電能的輸出效率 約為20-40% 好 可以看到 風能與葉片掃裂面積 以及風速三次方的關係是 可以看到在這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風力發電 重要的參數定義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風力發電性能的表現 有三個指標 第一個是功率 扭率 推率 三個來決定 那這邊有一個 夜間數比 好 可以看到爛打 是等於2πnr除以v 這裡的n呢 代表葉片的旋轉速度 v呢 代表我們的風速 再來是功率敘述 cp cp呢 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代表的它能夠產生的功率 到底是幾% 可以看到 風力發電率最高最高 只有0.59 也就是說59%的風能 可以轉換成電能 那再來是一個扭力係數 好 剛剛談到了 那個cp的重要性 那我們來看看 風力發電 夜片效率以及 逆間速度的一個關係 也就是爛打 跟cp的關係 這裡決定了我們 夜片到底要用幾片 好 最右邊 我們可以看到 是單片的 那麼 你可以看哪一個是 理想的是 cp呢 最高是 剛剛講過 等於0.59 對不對 那你看 三片 兩片 一片 到底怎樣 cp會最高呢 可以看到 三片的 紅色圈圈這邊所畫的 它有最高的cp 所以 一般我們的風力發電機呢 都會設計成三片的 好 當然 風力發電機不只有 三片這種水平軸的 還有所謂的垂直軸的 所謂的水平軸 風力發電機是指 夜片的旋轉主軸 與地面平行 所謂的垂直軸 風力發電機是指 旋轉的主軸 與地面垂直 好 左邊這個就是屬於 垂直軸的 右邊是屬於水平軸的 水平軸的優點是 設計有多樣性 啟動性加 震動較小 運轉效率高 垂直軸的優點呢 可以利用360度的風 啟動風速低 風能利用效率高 噪音比較小 水平軸風力發電機的構造 風力發電機主要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個是風力機 及第二個發電機 其他包含夜片的轉指 煞車系統 低高轉軸 齒輪箱 控制箱 發電機 吟風馬達 感測器 電力箱等等的組件 我們看看這個葉片部分 這葉片有一個根部 可以鎖在這個風機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簡力板 增加它的抗力 當然外面還加上一個萌皮 然後提升這個升力 那到底怎麼樣 可以設計最好的一個 風力的葉片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葉片的這個剖面部分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用到一個軟體 叫JavaFoil這個軟體 好 自由可以下載 那我們設計一些 我們的弧高 4%的懸長 最大弧高發生在全員40%的地方 厚度15%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跟模擬 當我們把它設定好之後 它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形狀 好 我們來看模擬在風場裡面 它會怎麼樣 那另外我們還可以改變它的一個形狀 來測量它的升力跟阻力 好 這張圖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選擇這個風場之後 那以這種剖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CI就是升力 CD 阻力 好 可以看到它升力跟阻力的關係 這些東西的設計 對我們的風力發電 有很重要的一個影響 好 接下來 我們就來做實驗來看看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自製的微型風力發電機 那這裡呢 跟我們外面所看到的風力發電機 其實是一樣的喔 包含有葉片 發電機 塔柱 那我們今天要教同學 怎麼去自製一個微型的風力發電器 不要小看這個喔 這個可以讓這個LED發亮喔 那這個呢 從風能轉換成電能 就是我們這堂課要教同學的 發電機裡面 我們包含有哪些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磁鐵 這個磁鐵很特別喔 這是磁鐵 我們稱之為叫鏡像磁鐵 什麼叫鏡像磁鐵 表示呢 這變成一半 一半是N 一半是S 這個稱之為叫鏡像磁鐵 一般同學所看到的磁鐵呢 是屬於正反面的這種磁鐵 上面是N 下面是S 磁鐵在這個發電機裡面的功用是什麼呢 好 首先我們把它放在這個自製的轉子裡面 中間有一個縫 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這個鐵釘呢 插進去 好 因此呢 同學可以看到 我外面轉裡面不轉 或裡面轉外面不轉 好 我們知道說 怎麼樣才能發出電 就是切割磁鐵線 就可以產生電動式 這是法拉第定律 好 接下來我們要繞線圈 繞線圈這邊要注意喔 注意你的方向 好 接下來我們就很快的就可以把它繞好囉 好 完成了 那我們用一個膠帶稍微把它固定一下 這是我們剛剛繞的 那我們外面呢 加了一個LED燈 這時候我們去轉動它 欸 有沒有看到 同學有沒有看到 欸 好 是不是可以變得很亮呢 好 因為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磁鐵會切割磁力線 試試看 加上一個小風扇 有沒有 我們輕輕一吹 它就發亮囉 這就是我們的 風力發電的發電機組 翼片裡面包含幾個部分 第一個 看到這個骨架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易剖面的東西 好 看清楚喔 好 它長成這樣子 是用這個A4紙呢 把它包覆起來 這個動作我們就稱之為叫蒙皮 重要的一個角的部分 這角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個木板 好 這是玻璃纖維棒 那把它當作這個塔柱中間打了一個洞 好 把它加上去 這就是我們塔柱的部分喔 我們把我們的塔柱跟發電機做一個組合 好 我們設計的剛剛好 所以只要輕輕的壓住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風扇 發電機 塔柱 是不是跟我們在海邊所看到的發電機 長得一模一樣呢 做完了我們的葉片 也辛苦的繞了線圈 完成了我們的這個發電機 所以在風力發電機裡面 你會發現它有三個主要部分 跟我們人一樣 它有一個頭 好 就是我們的發電機 那再來呢 葉片就相當於是我們的手 還有它的腳 這腳呢 就是它的塔柱 有這幾個部分組合出來 這一台風力發電機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中小期風力發電機常用的功率為瓦或千瓦 市售的一千瓦的風力機跟兩千瓦的風力機 代表的發電功率不同 在相同的條件之下 功率越大的風力發電機 發的電量就越高 請問風力發電機一千瓦的功率 用轉一小時 發的電量是幾度呢 好 我們可以知道說 一度電就是等於多少 一千瓦小時 所以風力發電機一小時 就可以產生一度的電 環體跟設備 物理模擬使用Java foil 以及自製水平軸風力發電機 製作團隊主講教案實驗美術試題 以及監製第三高中張良招老師 協助拍攝文明德老師 謝謝各位同學 拜拜 拜拜 拜拜